台湾上前冲 一起拼经济 我是吴薛怡 在今天一开始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台湾的农业发展了 其实在台湾 这务农人口的平均年龄是逐年老化的 俨然已经成为了台湾农业发展的隐忧 尤其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 国际经贸高度自由化 传统农业其实更需要更多的活力 才能够提升竞争力 而我们就要带你来看看 这是嘉义太保的一些变化了 原本这里就盛产了玉女番茄 还有美农瓜 不过最近几年你会发现 有越来越多高学历的青年农夫 愿意回到家乡来当专职农夫 而种出来的农产品 自己管理 自己行销 而且靠着宅配出货 也让田野间多了一些年轻气息 走 走 走 过来 没关系 过来 坐好 坐下 坐下 我平常早上都大概是几点开始 工夫吧 有事情就早点下 这些番茄就是枯掉的番茄藤 要把它拉下来 这个网子要收起来 要继续后面再重复使用 这些藤已经掉在这里 已经掉了好几个礼拜多了 就让它干掉 这样比较好拉 不然湿的时候 就是它还是绿色的时候很重 会不是你迷想想中央的 很轻这样子 这个重量已经差很多很多了 看着已经枯黄的番茄藤 陈俊杰心中是有感激的 毕竟上一季的芋女番茄 收成还不错 看天气状况大概四五天 是一个礼拜 就会变这样这么干 如果很热的话 很快就干成这样 那你说这些藤要整理的话 因为我还好我妈帮忙 如果我自己几个人做 可能一个礼拜还做不完 你等最高了 你又拿桌子了吗 光整理这些番茄藤 可能就会让他和妈妈忙上了好几天 这只是两年多的农夫生活中 一小部分而已 为什么会想要家 第一还是因为家人 毕竟爸爸走了 只剩妈妈一个 那也是说有机会说家里有甜 然后好像种植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所以就依然觉得好像家人还是比较重要 比起自己一个人在台北工作 其实你说有赚钱吗 就饿不死而已 饿不死 你要存不到什么 想要买不起什么东西 这样一个想法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后悔 就是有时候想要躲在一个大男人 躲在棉被里哭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会,真的会累 你要赚钱 你必须在那边晒三、四个小时 这样晒 那种一开始是不习惯 但是你必须… 你要想的是说我要赚钱 我就要忍受这种… 这种也不能说风险 它就是一个挑战 对自己来讲是一个挑战 然后尤其是你盖瘟事之后 盖瘟事是… 你感觉好像… 里面好像很凉快 不,里面是没有风的 这个电风扇不是给你吹的 是给植物吹的 很多事情真的是当了农夫之后 陈俊杰才知道的 因为你看,这个已经裂成这样了 欧子留这一棵 这棵裂成这棵就没有用了 就把它裂成这样 温室里已经闻得到美濃瓜的香气 距离收成只差一点点 你说我自己的挫折蛮大的啦 因为它真的是… 它长的速度快到有点… 它如果天气热的话 它一天长高的速度是… 三、四十公分在长 那那时候… 本来对我来讲是… 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啦 种了两年的时候 大概种了两、三次 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我觉得好像… 就挫折感会很大 讲到快哭了吗 不能说完全不担心 你其实… 讲真的担心是没有用的 能怎么办 台风来了 你就… 你能顾到就顾好 那你… 它真的大到某种程度 你怎么可能用人力 去对抗一个大自然的灾害 会回到家乡 嘉义太保 种番茄 种瓜 甚至这一片稻田 现在的生活模式 几年前的它 可是想都没想过 就是说 你不要骗我啦 那骗笑的啦 怎么可能 我说 真的就是这样啊 就是毕竟家里有机会嘛 其实大家讲出来 还是不相信说 因为毕竟我工作 其实是跟这个完全没有搭载的 毕竟像拿着一个摄影机 到处跑拍东西 其实是… 像说这种田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拿锄头跟拿摄影机 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大家不太相信 过去拿摄影机 是透过镜头看别人在做什么 现在拿的是农具 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我说真的 就是年新版本不是梦 年新版本不是梦 可是你要看到你要付出的心事是多少 你想要赚更多钱 你就是要更努力 不管是农业 不管是其他的行业 你只要认真你就有机会 只是说 好 你不要看 你说你种农田 听说现在年轻人都是百万收入 我说可以达得到 是绝对可以的 是你要怎么付出的 你要… 不是说只有单纯看起来 说好像种东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是你当你接触到的时候 他要研究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 农中的追求 当然是质跟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好吃 你量少 你能够赚钱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量多不好吃 你敢卖吗 只就这样子而已 很简单 所以质跟量 这是一个最大的 我想这对所有的农夫来讲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翻土机翻过的 他所打算种些菜自己吃的 对农人来说 分身土地都很珍贵 这里面有汗水 有挫折 当然也有收成的喜悦 现在33 32 打算接下来还要自己做下去吗 做下去当然是一定要的 你毕竟已经 讲真的就是台语说的 你逃得洗下来 你辛苦可以不要洗吗 就是这样 你还要去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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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陈居姐一样 是青龙的还有她 76年次的黄辰烟 正常应该都在这不38吧 38 对啊 今天到45 正常的45人也没来这在做 对啊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更弱了 这次为什么没有中啊 因为 想说太累了 天气比较热 对啊 就是今年的 跟去年比起来的话 今年更热 种绿肥啊 种绿肥啊 对啊 你是选用 玉米 这样 玉米可以吸酸 然后还有可以吸盐分 从小看着爸爸勿农 农家生活一点也不陌生 但年轻人终就是年轻人 总是会想到外头闯一闯 之前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工作 塑胶射出 那个 布丁的杯子 三年前不 不支持 他说因为我还爱玩 对 那现在爸爸做吗 他说好啊 好 对啊 因为我在那个工厂工作嘛 他说我三千半夜还要去工厂 对啊 然后因为做这个就是 只是说要早起 然后要早睡 刚开始是蛮后悔的 因为看不到钱 农舟物有一个坏处就是说 从头从到尾没有钱 采收的时候才看得到钱 对 我番茄刚开收的时候 嗯 奇怪啊 怎么 铺头都 就是钱很慢很慢很慢 对 一次就会 很多 冒出来就会 好几百箱子来 对 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得到钱 你就会觉得 哦 五十六十七十八 一直上去 对 人家都说百万年轻 可是我觉得还好 对啊 是有收到破百万啦 可是 你还要支出嘛 对啊 因为你 我是没有请人 我是跟我哥哥 爸爸妈妈一起做 对 还是要给他们钱 农人看天吃饭 靠汗水灌溉土地 明年收成如何 谁都说不准 就算现在暂时休耕 黄晨燕还是每天来到温室里 为下一次的耕作 做准备 这个如果 就是冷农嘛 因为我目前人手 不太足 对 如果我有固定 再请一个人的话 我旁边还要继续 还要再继续量 用手指了指 眼前这块田地 他说希望今年底居前 能再盖一栋温室 爸爸已经跟他说了 事业再稳一点点 就可以把妹妹娶回家 想成家立业 未来肯定是要更努力了 而对嘉义太保来说 年轻人一批一批 回家乡务农 这可是农村里的大事呢 清农的部分就是18岁以上 40岁以下将近占了200位 而且这200位呢 他们的学率都非常的高 学率非常高 他们的学习能力就自然比别人强 而且都具有行销的一种能力 具有行销的能力 所以他们所种出来的这些农产品 就自己管理 自己行销 自己贩卖 太厉害了 就等于是一条龙的感觉 太厉害了 有一半以上都是靠栽培 清农返乡让传统农业又活了过来 但如果想要更好 还是需要政府帮忙 台湾的这些市场 是不是非常的小 农作物能够长期的栽培 或许会换来 会复换更多的农友回来 农友回来一定到最后就是公过于求 公过于求的话 这些农民朋友也会担心 以后如果卖不到好价钱 射出每分地要七十万 一公顷七百万都已经拖出下去了 要怎么办 所以我也希望政府 能够开放一些多元的替代作物 让他们到外国去看有没有替代作物 回来来引进到台湾来栽培 再来就是帮忙这些农民朋友 来外交这些农产品 面对国际经贸高度自由化趋势 传统农业更需要年轻心血投入 加入活力提高竞争力 台湾农业不会是西洋产业 反而会是充满希望的明日之心 持续带你来看看这是台湾年轻人打拼的故事 这里是台湾的屏东北大五山下 有一个水族王国 那么有一群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不断研发出各式各样新品种的观赏鱼 还有观赏虾 像是业者苏耀龙 他发明的银河鱼谷水晶虾 就曾经在德国这观赏虾大赛当中 拿下了冠军 甚至是以一只十万多元的高价 外虾到日本还有韩国 那么另外一位是专门研究 观赏鱼的业者林玉和 他也是红遍全球 原因就在于他培育出的荧光鱼 可以像LED灯一样 在水中闪闪发光 连这中东的王室 都曾经享用一只十万元的天价 向他来购买 但他就是不肯卖 因为他认为展览才是新的蓝海策略 粉红色的天使鱼身体透着阴光 黑暗中更加耀眼 半透明的鱼鳍鱼尾像妙龄女子 穿着浪漫纱裙 优雅地在水中移动 以中型荧光鱼来说 台湾研发技术领先全球 它一个池子里面 大概可以放五六万只 一天大概几万只左右 几万只 像我们现在右边看到的这个 就是它产的鱼肉 这个鱼肉大概是两天到三天付出 我们这边有看到有一些已经有付出了 那从这个它开始产卵到它可以卖 大概五六个月的时间 它是绿河 三十年前卖观赏鱼起家 爱于成吃 把基本款浅灰色的天使鱼变成粉红色 陆陆续续红色绿色还有彩色都有 像一盏一盏的LED灯在水中发光 用现在的生物技术 把水母跟珊瑚的基因把它转直过来 所以它的价值又更高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像这个是我们最近研发的新品 其他的鱼片也会发光 怎么养出发光的鱼 淋浴河带我们到实验室一探究竟 一早八点多是鱼的产卵时间 一公一亩放在同一个空间 不久后一颗颗透明白色的受精卵落下 收集起来用显微注射器 将荧光蛋白的基因注射进受精卵 水母跟珊瑚它为什么会发荧光 就是它有这段基因 所以我们就是从水母还是珊瑚里面 先把这段基因找出来 把这段基因序列固定下来之后 我们去复制 故事之后就是在我们的观赏 与它产卵下的一刹那 大概在三十分钟以内 我们就把这个外来的基因把它送进去 像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两颗 是属于比较强的个体 那下面这两颗是属于比较弱的个体 那我们之后会养成成鱼的时候 比较强的个体就会有 比较有希望可以挑到 具有荧光表现的姿态 一次有高达三百到五百颗受精卵 但其中只有百分之十 大约三十个个体亮度比较好 最后成功培育能繁衍出 荧光与子带的只有百分之一 在整个实验过程 失败的几率是比较大 所以也是常常就是很苦恼 就是说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是 还有差错 所以常常也是都是在 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 最近三年的研究时间 林玉和终于成功培育出 钟情的荧光鱼 连美国人都养出它 美国它也是有一家 也是有发展这一方面的 原划观赏员 但是它的品种是体型比较小 那我们台湾现在是有做到中型的 就刚刚有讲到 12公分到15公分 而且我们去年也做成功 30公分的 台湾荧光鱼技术领先世界各国 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就连中东黄氏也打电话 向林玉和开架 一条10万元台币 但它没有想法 暂时只展不满 整点它一天进去 是有上万人的 那它的门票收入 我们现在目前大概都是 跟它五五均混 就是说在观赏员的部分 原划员的部分是由我们这边提供 然后管也是由我们 它们就是提供这些游体设备 那这样它的门票就是说 如果假设说它是 门票是200块台币的话 等于说一张票 我们是这边是可以 就是可以share大概100块 如果是有一万人进去的话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南韩市场 展览有多好传 从林玉和这大大效忠 不难发现它的荧光商机 还不止这一项 像马尔地乎 美国 澳洲 日本 台湾 它都有一个时期 就是说一点之中有一个季节 它就是整个海岸会亮起来 但是因为里面有一种 很特殊 很奇妙的生物 我们台湾是也称它做蓝眼泪 它是一种一种夜光照 有个神秘美丽名字的蓝眼泪 放在水里倒下来和固体碰撞后 就会发出蓝色荧光 这只在海洋中难得一见的自然美 林玉和用特殊仪器保存呈现 不过蓝眼泪和荧光鱼 同样都是非卖品 林玉和的主要收入 靠的是观光鱼外销 水温监控打入氧气 包装一定得用两层塑胶袋 再装进保力融合 最后还是纸箱 一共四层保护才能出货 每周一次 观赏鱼远都重洋到美国 日本 几乎世界各达州 都有林玉和的客户 除了它在屏东 还有一百多家渔厂 都从事观赏鱼外销 台湾水株产业在2009年 出口产值有21亿台币 千年达到44亿 四年内成长超过一倍 台湾经济研究院更预估 2017年还会成长七成 达到75亿元台币 培育技术扬密台外的 还有水晶虾 每天一早亲自巡视 206个鱼缸 看看这一万多只 水晶虾的生长状况 那早期但是夏天在日本也曾经在我们屋上面竞标 标的价钱非常漂亮 八十几万台币 一只八十几万 那目前我们目前最高的成交 成交的纪录都一直都花了十五万台币 一只不到五公分的小虾子 为什么能卖到十几万 魅力就在它的纹路这则 银河鱼骨从上往下看 背部鱼骨图案 头部附近还有圆点纹路 在观赏虾界习惯称为银河 这样独特花纹是业者苏耀龙研发培育出来的 在台湾的观赏与国安会有发表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有参加北京天津的观赏虾大赛 那他都是在改良虾的一个冠军 那2015的时候台湾的观赏 2016的时候我们带你一下子去到德国 汉诺威 那这是一个算是国际间比较大的一个比赛 那我们这次下次带你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获得了这种冠军 只要造型特殊引发讨论流行 身价就水涨船高 像是这种红白虾 黑色金色相间的叫黑金刚 还有全身透明金色的金虾 都是苏耀龙的主打商品 但这些漂亮的水晶虾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培育成功 不会有很多的虾子是淘汰一样的 好像后面那边就有一些虾子 就是他们的半成品 那半成品要得到一只成品 可能要花掉一两万只的虾子 它可能要生到好几年 生了三四五 那三四五才慢慢精挑细选 然后三四五之后跳到一只 你觉得它是要的 饲养上很花时间 从一大群水晶虾里筛选特征 活动力分出一军二军 价格也有所不同 脱颖而出的一军水晶虾 胶贵自然不在话下 每天有专人照顾 每天有专人照顾 他们全部都是喝RO水 然后那冷气呢空调 那空调的话我们是设定在24度的 的这个温度 那基本上也没有 我们是脱虾子的服啦 它们吹冷气我们也可以跟着轻松一些 温度饲料不能马虎 就连饲料吃不完 在水里融化的杂质也得赶快捞起来 才不会污染水质 所有龙的水晶家主要外销日本韩国 花了十多年时间成功树立品牌 但其实这并非他所学 他读书念的是工业设计 毕业后在台北做平面摄影 后来因为老家屏东铺银行 缺人手才反乡帮忙 如果你今天出来外面做工作 要成立自己做一个事业 你会想说那如果做的不是家里好 那不如不要做好 所以慢慢地就尽量尽力 去把它做好这样子 所以现在应该是比较里面的 没有啦 现在的状况是说 我们自己在业界有一定的一个成就在 利用摄影专长 非要龙替自己的水晶沙拍宣传照 喜欢哪种角度和感觉自己来 就连制作影片也不假他人之手 他说当年会走上这一行是受到朋友影响 喜欢水草 水草造景 那时候我就参加 就是会去做很多的水草造景 那时候在偶然间在网络上面看到 然后刚好又有屏东又有朋友 他养一些东西虾子 那时候一只虾子都四五千块 一等级很低的 四五千块一次 那时候就想说先来玩玩看 第一次养虾子生了好几百只 让非要龙赚了一笔钱 于是开启了他的水晶虾事业 但后来发现 没有想象中这么顺利 观赏鱼它其实是一个流行性的商品 因为它流行 你今天它的价值创造出来的 价值的价值创造出来的 可是它因为它如果亮锅了 它退流行了 它价格就会往前掉 那如果说它今天很少 又稀有 然后大家都在追求它 然后又等不到 那它价格就会往上投 就会一直往上涨 业者互相竞争也切脱 进步再继续研发新种类 让台湾的观赏鱼虾产业 不断在世界发光 台湾上前冲 一起拼经济 我是吴轩仪 我们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看 是台湾的兰花 讲到蝴蝶兰 应该蛮多民众都很喜欢的吧 因为这蝴蝶兰 看起来非常典雅 又很有贵气 而台湾其实就有蝴蝶兰 王国的美名 这兰花育种 可是台湾的强项呢 全球有将近八成的品种 都是从台湾培育出来的 但一个新品种 要从培育到能够大量产出 至少要花上八年的时间 这可是非常费功夫 那么以往呢 兰花种植啊 都是在家族传承模式 但现在呢 有越来越多的兰源 是走向了企业化 而且还附设了实验室 能够自己来做病毒检验 那么从检验 育种 栽培 外销 全部一手包办 这可是一条龙经营 而讲到兰花的外销呢 就占了台湾花卉出口比例 超过七成之多 尤其蝴蝶兰 这个量就是最大的 但是以往台湾的蝴蝶兰呢 在全球的市占率将近是五成 而现在这个宝座 已经被荷兰给抢走了 所以就有业者担心啊 这台湾虽然很会种植兰花 而且时间也比荷兰 要早得许多 但现在我们的竞争优势 恐怕正在逐渐的流失当中 该如何找回我们的竞争优势呢 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你现在看到这边有成千上万个玻璃瓶 蝴蝶兰在海市芽的时候 就是要住在这些小玻璃瓶里 小小绿芽长大以后就是色彩缤纷的蝴蝶兰 全球兰花品种四万多种 将近八成都是从台湾培育出来 台湾在品种的多样性来讲话 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的 别看蝴蝶兰花样这么多 光是要培育出一个新品种 花的时间可是超乎想象 在研发这方面 育种是很花时间的 一个成熟的品种 通常可能要八年十年 才会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品种 讲到兰花 不能不提这家公司台零生计 今年二月底才登陆新柜 最快年底上柜 将是国内第一家挂牌的 花卉养殖公司 去年他们销售超过 五百万株大白花蝴蝶兰 主要供应日本高端市场 营收占比六成以上 用农气法人的形态出来 经营这个产业 那一般到现在台湾的 很多还是有家族企业 把种兰花企业化 秘诀就是一条龙生产系统 花药开得好 首要条件是健康 所以这里有病毒检验室 我们取样的时候 会取花瓣跟叶片 对 那病毒都是在里面 就是切下来 然后放在研磨袋 还要测它的重量 对对对 就是有固定特殊 连萃取样本的重量 也不能马虎 一定要刚好0.1公克 我们从母本市那边的花梗 剪下来之后 那我们会取它的花梗芽 那花梗芽下来之后 我们会做消毒的动作 然后消毒完之后 我们会把它放在 室管里面培育 那它长成一颗植株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切下来 做增殖的动作 采用无性繁殖 所以能大量生产 从取芽点 到进入像这样的定值瓶 就要花上两年 接着保持在恒温恒湿的状态 这些小芽才足够强壮 移到温室去 变成一株株的大苗 而从大苗到开花 另外又要两年的时间 这里兰花温室 动辄几千坪 像我现在站的这一间 就有三千坪 放眼望去 就是一整片的兰花海 台南市后币区 有一个政府规划的 兰花生计园区 占地广达两百公顷 眼前这一栋栋 都是兰花温室 蝴蝶兰是非常昭贵的植物 除了温度要控制之外 预烧的量也要控制 所以像这个温室的屋顶 就有非常多机关 屋顶内遮阴 外遮阴 只是小case 管控最严格的 是这个由美国认证的温室 要进到这个温室之前 要先经过双重门 主要是阻隔空气对流 还有防止小虫子飞进去 而且这门是经过设计的 前面的门没有关起来 后面这个门就打不开 会这么严格 就是因为这个温室 是有书美认证的温室 有非常多管控 除了刚刚的双重门之外 还有像是这个年虫板 年虫板每个月 还要定期送检验 因为有些虫 是禁止出现在 美国认证的温室里 当初美国的这个 那个海关 是不准我们带戒指 整个戒指 它怕里面有虫 有病毒什么的 美国就特别针对台湾 通过我们可以带 书美带戒指 但是你这个带戒指 那个温室的那个规格 它要它的认证 觉得美国很难搞吗 高端的日本市场要求更多 日本是一板一眼 它一根花就是这样子 直直的下来 然后排列的跟榆林一样 榆林一样一个一个叠下来 而且它们花金要很大 然后朵素很多 然后煮起一盆都很大一盆 我们都会分类 然后看看有没有瑕疵 因为有一些如果太大的话 我们不能出货 外销的切花要先把瑕疵品挑掉 包装自然也是小心翼翼 作业员得速度快 动作又轻巧 它的步骤就是 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 然后花蕾的部分 就是需要用棉花来保护 近几年来 台湾的兰花交易量 是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的份额 台湾兰花出口国家 以美国最大宗 第二大市场则是日本 荷兰 南韩 越南 分居第三到第五名 我们台湾这边有记录的 大概是有八十几个国家 例如说有些太平洋 或是印度洋上的小岛国 现在也在积极地拓展一些开发中国家 例如说像巴西 像中东的杜拜 阿联酋等等国家 开发新市场也要研发新品种 但可不是每一个品种都能经过时间和市场的考验 这个预准的工作就是好像时装流行 要不断地推陈出新 那永远会有新品种推出去吸引消费者的目光跟眼光 那也有一些很好的品种 它是整个是长销型的 好像牛仔裤啊 白衬衫 那真正能在市场上行销的 可能是万中选一啊 所以这个淘汰率也很高 一完走出来不是花好看而已 你要好重 好运输 好栽培 台湾虽然育种技术算是全球数一数二 但是随着荷兰跟中国大陆激起直追 现在这两个国家是亲国家政府的力量 在扶持这个产业 那我们台湾当然政府也一直在 讲说这个蝴蝶兰产业是我们四大精致农业的起见 那我们台湾发展这个产业 其实比这两个地方都早 那我们现在的优势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大了 而且外患之外还有内忧 兰花种植也像很多其他产业遇到缺工的问题 例如说少子化我们缺工的问题 那业者尤其在中南部虽然是农业 可是很多业者一直说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来补充 我们也一直跟劳动部申请 那农国会那边是已经同意了 可是就卡在劳动部这边 兰花对我国外销花卉市场到底有多重要 光是蝴蝶兰就占花卉出口百分之六十八 加上文新兰就超过百分之七十 而这还不包含其他种类的兰花 但是去年兰花出口金额1.76亿美元 比起2014年减少百分之三点六 不只是近五年来唯一一次衰退 更是2001年至今首度出现衰退 主要就是受到全球景气的影响 现在应该是要国家给出来的时候 才能跟这个荷兰的 跟还有这个中国大陆这些生产者 去在国际的市场上去做竞争 因为他们很多的 当然他们有很多优惠 政府的力量 比如说银行贷款有很低的利率 然后政府出土地给他们盖 盖温市让这些种植者去租 曾经台湾是蝴蝶兰王国 在全球市占率将近五成 但现在世界上每两株蝴蝶兰 就有一株是荷兰生产 面对国外劲敌 我们该怎么把经济规模做大 正是台湾兰花产业 现在以及未来都要面临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这些厂商 当初在做的时候 也有一个手梗叫做 根流台湾开花全世界 接下来这个故事 你可以说它代表的 就是台湾人的精神吧 秉持这一股信念 台湾知名的智琴大师焦忠兴 他在1992年就制作出了 全世界音色最棒的琴 相遇国际 而其实原本学声乐的他 是在一场意外当中 不小心伤了腰部 再也没有办法来做专业演唱了 没想到却也让他 找到了另外一条路 不但是进入了台湾人 非常难申请的意大利名校 来学智琴 还拿下了智琴的世界冠军 赶快来看看焦忠兴的故事 留着性格的大胡子 说起话来声音爽朗有力 他是台湾吉富盛名的 智琴名家焦忠兴 焦忠兴致的琴 在1992年美国国际 智琴大赛获得银牌 拿下了最佳音色的殊荣 而当时金奖从缺 所以那一年确实可以说 他制作出了全世界 最棒的小提琴 这把琴的音量就非常大 所以我是在想 这个在那么多 200多把琴里面要比出高下 就好像说你讲话声音大 你人长得高可能就比较矚目 受矚目 我在想那也许音量也是一个关系 20几年来我一直看这把琴的变化 这把琴不管在声音上面变化 在整个琴体 琴体上面的变化 还有油漆的变化 都让我上了一堂20几年的课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做出来的琴 很多人说你做出来的琴 你知道它的音声音吗 你知道它以后的 13年以后 5年以后的声音吗 现在我可以说我知道 这做出全世界最棒的琴 焦中心却是半路出家 原本毕业于台湾艺专的声乐组 之后也顺理成章的去意大利修习音乐 却在一次意外的状况下 导致它的腰部受伤 最爱的声乐也无法再唱了 这时候的它就开始思考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它决定留在意大利 但是却走向了它从未碰过的领域 向科威莫娜国家智琴学院提出申请 它想要制作最顶尖的提琴 所有的人的反对的声音 我来到的时候 有一个人支持我就是我太太 她在那时候 她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反对我 而且支持我的人 她的支持是很大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了 必须她要带着那时候唯一的孩子 她必须带着孩子回台湾 那我一个人去朝这个理想去 单独地去走 一把史特拉瓦迪名秦 要价上百万元 台湾人要进入这个顶尖名校学习 已是相当不容易 焦忠欣凭着热情努力 还找到了名师指导 开启了她辛苦却璀璨的至情之路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 焦忠欣便已拿下了世界银牌 之后回到台湾 她也开始打造自己的工作室 工作室空间不大却仅然有序 首先使用的木头 一定要选二十年以上的老木头 所以她在工作坊便让各式各样的木头 保持通风 接着至情每一个步骤 跟直规划 每一个工序都有其讲究 我现在先把它基础的一个弧度的架构 这是一个 其实看起来好像只是挖板子 但是它很重要 因为基础架构 提形的弧度并不是 好像一个雕刻 我今天想要雕什么样就怎么样 它牵涉到力学 它好像就像你丢一个网球到一个墙上去 它的作用就是把那个深波反射 继续制作琴头部分 则是一把琴最能展现作者风格之处 我们常说琴头就像这个作者的头 它经常带出的精神 就好像你看到这个人 看到这个作者一样 接着香线 也是惊严累月 练出极其轻巧却有力的手镜 才能恰好掌握苛藻的深度 把细线镶嵌嵌上去 香线你要挖到正好把它放进去 你挖得太大也不行 然后这个会有很多的缝 你如果挖得太小又放不进去 然后深浅也很重要 正好线放进去以后 还要到时候还要再把它挖出一个凹槽来 所以你线不够深 它就凹槽一挖到这线没有了 那也是很大的麻烦 而在上期的阶段 焦中心自己煮颜料 也选择最好的刁毛笔刷 确定颜料在毛刷暂时之后 能在不同压力释放下 都达到非常均匀的状态 尤其酒精其实很困难的 因为它不能够像我们画画一样 笔在上面跑来跑去 它只有一次的机会 如果你再去碰它 它会把底下的漆给带起来 因为你第一次上去的时候 它的酒精已经把它底下漆溶解了 所以它每一道每一道在上漆的时候 它是互相溶解 互相结伏的 这样上漆的过程要重复五十次 每一次的漆上得都非常薄 过程相当繁复 焦中心之情到如今已真化劲 刚开始之情一直在摸索自己的风格 到底是什么 现在它已随心所欲 不是以外观形制来界定 而是不管什么样的焦灼角度 都会呈现属于焦中心的完美线条弧度 我一直在想风格就是圆一点 或者是方一点 或者是有力量一点 或者是柔和一点 好像都想的是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 但是我一直到最后 我做做做做 做到我的技巧 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就是我想要做怎么样 我的手就可以马上做到 有一天 真的就是好像灵光乍现 我的风格就是我自己 这个突然一个好像雷打到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展现出 我要的那个完美的线条 但是呢 我不要它来让人觉得说 我在永远是在强调自己的厉害 我甚至于让人家感受到我的柔和 谦卑 但是看得出 我是里面是有内容 焦中心志情风格 承袭他的老师走精致的路线 在过去欧洲王公贵族 御用的志情风格一脉相传 他志的琴 一年最多只能做六把 一把要加三十万元 以一把手工名情而言 焦中心笑说实在是太划散了 毕竟在他心中 名利不是最重要的 志情中追求极致的那种快乐 才是他想追求的 不走平稳舒适的道路 焦中心的人生 喜欢挑战那些显山峻里 过程辛苦 但最后能看到的 却是平凡人生 看不见的世界 记者 田米 陈立国 采访报导 台湾因为生产豆米 其实每年会产生大概是 四十万吨的米糠 而讲到米糠 这过去大部分 就是拿去烧掉 或者是用来清理积粪 感觉米糠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途 不过有本土业者 是找出方法来 把米糠就做成了免洗块 不只成功翻转米糠的价值 当然也就变得更环保了 因为在全球 一年会用掉上千亿双的免洗块 而当中百分之九十 是Made in China 为了要制造这免洗块 其实大陆平均一年 还要砍掉两千万棵的 华树 杨树或者是竹子 不过现在 台湾研发出这种豆腐块 还反向回销到大陆去了 除了可以减少砍发森林之外 当然也创造了另类产值 看起来像黏土生产线上越拉越长 加热再切割 一支支不是铅笔全是棉洗块 师傅说制成得靠鼻子把关 我们在生产的时候 就有那个米香味 稻壳香味这样子 因为它预热的 茶在那边捧米旁 可以去判断说 你是不是材料已经太熟了 本是这样的 这就是粗糠 养鸡肠的那个 盖鸡粉 没有人在用 捏米后剩下米壳 过去送都没人要 如今磨成粉 变成棉洗坏的新材料 但稻壳没粘性 得靠碳酸钙和食用级PP 单最会 拿捏配方就花两年 稻壳的比例 绝对是超过40% 现在在讲reduce 環保4R的时候 reduce本来就是要减量使用 如果我的稻壳 还有一个碳酸钙 它的比例没有超过 百分之五六十的话 那等于你还是塑胶 所以这个都是原色粉色 断面瘦差很大 一般免洗块有纤维分叉 它原本长在大自然 用免洗块 您觉得很方便吗 这些都是用竹子和大树换来的 立刻二十年的大树 最多只能做成四千双的免洗块 而业者估算 全球一年用掉一千三百一双 得砍三千两百五十万棵树 中兴社报导 为了制造免洗块 中国每天砍伐一百亩林地 预估二十年内砍光森林 如果不砍它 树木能产生氧气 含氧土壤 调节湿度 所有功能加一加 一棵树的生态价值 折合台币高达六百万 做成一次性免洗块 不划算也不健康 纤维性的东西它会吸水 你放在常温之下它还是会吸水 所以它不去保持干燥 或者是说用化学去抑制的话 它就是会发霉 泡上三天 一般稻壳块水没变色 一般免洗块一斤泛黄 台湾一年使用四十五亿双 百分之八十是这种大路货 你不用就不行 用了又觉得有副作用 那因为没有替代的替代别 所以消费者就只好就饭 我就本身那种很热情的心态 说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成 强调想回馈 台商黄明星找来团队投资研发 但即使主打健康就地球 一千双卖六百元 比起普通版四千双才五百块 贵上四倍 推广不能只有商业头脑 在学区 我就想说能够对孩子好 是最好的 我们这边的店家 其实都是以家长的身份之多 其实都还 对这些孩子我们都还蛮用心的 这个味道比较重 就是比较不自然的味道 那这个呢 这些有点比较像纸的味道 这父母心闻得出来也尝得到 台中奇异工商美食街发起活动 一双筷子一元捐作工艺 还有同学投十块钱进去的 只拿一双而已 我们没有想过说 这个成本非常高 因为其实 做的同学有限 可是我们愿意做 就是 从被吸入去转换成有用的东西 对整个环境来讲 它是没有影响的 它不会去污染它 从没人要到现在外销五国 每月生产两百万双 相当救了五百棵树或两百棵竹子 不只是餐具 也是支撑环保产业的一根大柱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好多台湾年轻人 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故事 他们是创造了自己的价值 当然也拼出了台湾的经济 而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看到更多属于台湾的隐形冠军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是台湾向前冲 一起拼经济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viما 都来解冲之一 还不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不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